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浇水不要太浅 水分散发慢 本来根系吸收水分少 不能散发的水分导致根部太湿而易烂干 尽量保持盆土偏干 养护注意同风 主要依给环境和叶片喷水分来保湿 喷雾的时候不要出现低水坚效 二 温差 这个原因最大春季的倒春寒 特别是冻伤以后突然拿去晒太阳 很容易出现小黑斑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放任 后期直接烂根 会发现这条七生根 属金帽 但根部枯萎 出现这种情况不要继续浇水 改浇水为喷水保湿为主 慢慢恢复 不要暴晒 注意同风 三 夜斑病 最后就是夜斑病了 夜斑病爆发以后 也会有黑斑 不过叶片发黄发软 直接倒浮起来 绿落发生夜斑病 主要是在高温多湿闷热通风差的环境 下建议多通风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想要了解更多氧化资讯 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